Hello,大家好,我是小方 今天我们准备去招个B超 然后检查一下他儿的发育情况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去做产检 紧张了 有点紧张 现在我们这栋床已经把它搬走了 墙上贴了一点点 还没有切完这边 后面贴的差不多了 把床挪走就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已经是差不多10点钟了 外面还是非常的热 早上跟晚上就是比较凉 白天就很热 除太阳就很热 等会我们就是检查完之后呢 再买点点水果回来吃 这个就是我们镇上的医院 在新盖的之前的老医院在那边 我们下来吃的 这次就是肯定是 这次的老医院 这就是肯定是 这边的是肯定是 这边的肯定是 我心里 你这个这里又是真的多了 你这边又出来了 还比较少 只有40多天 倒逼仓是检查不出来的 要去市区验个血 然后才能知道胎儿的脉搏 是否正常 还有什么激素 就是什么 是否在发育 是否在生肠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去一趟楼底看一下 我们要去做一个这样的选仓 然后就在六楼 为什么这真不重要啊 刚刚做完 现在去土地医生那边清一下 这个清 走 妈妈下去吧 现在已经检查完了 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做这个早孕的检查呢 就是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 平常起来的时候啊 就感觉就是 就是很多动作方面 都是很 就是怎么说呢 很轻松 身子也很轻松 然后呢嘴里面也没有以前的那种感觉 好像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一样的 就是没有怀孕之前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去见上问了一下 本来是想做个皮操 然后他说 说这种情况的话 最好是来市里面检查一下 他也说了挺吓人 看到我们在一路上都好担心 刚刚拿着那个彩操 给主治医生看的时候 他说 他发育得很正常 然后就是 我就是看了一下 那个什么 大小啊什么的 他有树树的嘛 他说很正常 然后当时的时候就 心里好 就是放松了 就是好开心 因为我 一路上我都好 好那个也好 像外公司有什么事 现在就是感觉好饿了 我们等一下就是吃完再回去 给你找吃 中午在这边点了一个鱼块 还有一个苦瓜 还有一个汤 我们突然之间发现 前面有一辆小的拖挂车 待会儿待大就去看一下 这个是 不是肉变汤吗 我以为点的是那个 还可以吧 多吃点 给我们家孩子多吃点 你说这个车大概多少钱 可能就两三万的 两三万 你可以买了东西 哦 他这个听 听这边上那个餐厅老板说 这个车子停这里好久了 一直没人 里面全部所有的东西 哇 那这电饭锅 还有那个什么东西啊 风扇吧 这么小的车进门都得弯腰 你要啊 给大家看一下360度 这里是个箱子 他这里 看一下这个轮胎 就知道停了很久了 轮胎都扁了 没车牌的 对 他现在这里就是 哇 被满了 都都看不起里面的那个布局了 啊 就里面是什么布局 根本看不到了 就是床吧好像 嗯 嗯 谢谢观看